胡道平刚开始的打算 就是直接冲到银行里面硬抢 但是呢 仔细考虑了一下 之后发现不行 一个人抢银行 属实有点不尊重了 而且自己手里也没枪 你带着刀子去的话 多少还有一点搞笑 大概率是会被当场摁住的 因此啊 这小子就很苦恼 又研究了很长时间 最后算是想出来一招啊 我晚上过去动手啊 趁着这帮人睡 趁着职丸人员睡觉的时候啊 偷偷的进去 然后把人直接弄死 随后拿钱走人就行 大家看到了吧 这小子压根就没有考虑 银行晚上下班还有没有钱 或者说还有多少钱 无所谓的不重要 就这样 经过详细的裁点以后啊 2002年的9月30号晚上 他带着工具来到了 越池县石亚镇的农行主续所 按照计划 他偷偷的把窗户撬开 然后溜进去动手就行了 结果没成像 他在捣鼓窗户的时候啊 被路过的一个老爷们发现了 然后对方嗷的一嗓子喊了出来 干啥呢 是不是偷东西呢 接着值班师里的人也醒了 两边开始一起往这儿来了 胡道平一看拉道吧 今天这活儿整不了了 接着转身撒腿就窜了 回去以后啊 他立马又陷入了沉思 眼瞅着都31岁了 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跟个愣头青似的 靠蛮力输出搞钱了 得多动动脑子 就拿这次投信用社失败来说 屋里有人支包 我要是强行撬门的话 肯定会被人发现的 怎么能悄无声息的溜进去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最后呢 他研究出来一个自认为绝佳的办法 这小子准备改造一个钓鱼杆 挂上电机 到时候通上电 偷偷的从窗户上找个缝伸进去 直接把值班人员给电晕了就行 然后呢 在光明正大的敲门或者敲窗户 也就没人注意了 另外呢 钱到时候以后啊 临走之前 得把现场全给烧了 省得留下什么痕迹 这样做也能做好伪装 让自己更安全 那么对于值班人员 是死了还是晕了 不重要 反正最后都得被烧死 打定主意以后啊 接下来的日子 胡道平就开始做准备了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锻炼身体 买了哑铃和杠铃啊 开始嗷嗷的折腾 主要是练上半身的肌肉 他这个大体格子就是这么来的 也是为了自己有强大的体力 来支撑以后钻 与此同时啊 他也买了鱼杆啊 电瓶之类的东西 改造好以后 开始找地方先练练手了 胡道平找的第一个目标 是悦池县平摊邮政局 之后的一天晚上 他骑着自行车 带着所有工具 后座上拉着电瓶鱼杆啥的 偷偷的摸到了值班室外面 接着把鱼杆上的电源接通 从窗户上的一个破洞里啊 一点一点的伸了进去 接着对准床上睡觉的值班员啊 打开电源 哗叉就这一下子 按照他的计划 这个时候对方应该是浑身乱颤 然后接着就晕过去 或者直接死了 结果呢 正好想他 这个老爷们被电以后啊 直接凹了一嗓子就跳了起来 然后一个白鹤亮翅站在窗边 一脸懵逼的看着周围 啥情况啊 什么玩意刚才咬了我一下吧 这个时候胡道平赶紧把鱼杆抽出来 收好东西 骑上自行车 扭头狂奔啊 回去以后太郁闷了 这电流怎么不给力啊 是不是我弄的地方不对啊 不应该整肚皮 应该对着太阳穴或者心脏 行吧 那就抓紧再找个目标试试去吧 随后啊 他又来到了广安区越来游电局 还是之前那套房市 这次里面是个女的值班员 当时睡得老乡了 这小胡辣打的是惊天动地的 胡道平呢 一瞅挺高兴 这娘们睡得挺投入啊 行吧 一会儿我就把你送走 接着鱼杆啊 慢慢的伸过去 对准他的胸口 直接来了一下子 结果呢 对方也是被惊醒了 而且条件反射一般的 抓住了鱼杆 胡道平啊 就在外面拽 两个人就这样隔着墙 拔上河了 最终经过一番较乱以后啊 鱼杆成功地被这老娘们给抢走了 按理说 胡道平这大体格子不能输呀 可能是因为他太紧张了吧 所以这一次他又又又吓坏了 撒腿就跑啊 对方呢也没有追 直接报警了 警察到了以后就分析了 这可能是个变态吧 偷偷地伸着鱼杆进来 搞亲密接触 应该是垂涎你的美色了 半夜的时候啊 想来捅两下了 结果没得逞 最后这个案子就这么拉倒了 按理说 这鱼杆上面肯定会有胡道平的指纹 或者还有别的信息 不过由于当时警察对这个案子 没有足够的重视 所以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人当回事 胡道平回去以后崩溃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次还是不成功 电视上不是说了吗 这人用电一碰就死了 妈的是不是骗人啊 害得老子差点摘了 随后呢 他又又又陷入了沉思 看来这次我还是太草率了 以后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电视剧里演的都是假的 要不然的话大家都学会了 自己真是太蠢了 那么如此看来 以后想要成功的话 只有靠自己这一条路了 就这样 在连续的失败刺激下 胡道平终于研究出来 一套非常罕见的作案方式 还是用鱼杆 但是这次给配上毒气瓶了 因为这鱼杆中间是空心的 胡道平的想法就是 把毒气通过鱼杆给送到屋里 里面的直门员一闻到 立马就得卸菜 人要么晕要么死 最终结果取决于毒气的威力 接下来就是解决毒气的问题了 之后他特意买来了化学书 还有切割方面的书籍 也是为了以后抢银行 或者金库做准备 到时候得用切割设备 提前学着点 经过研究以后 他决定用一氧化碳作为毒气 就这样 随后他去重庆 买了一个一氧化碳的气瓶子 又在广原买了切割机 到武圣县买了电焊机 这些东西就放在他买的房子 楼下的车库里 和大家说 人家胡道平这个时候 已经住上商品楼了 他呢在车库里放了一堆沙子 这些东西全部埋在里面 平时啊就在车库里搞研究 每次都小心翼翼的 为了测试一氧化碳的毒性如何 他还出去偷了一条狗 把他装到麻袋里 用毒气往里一送 果然没一会儿功夫 这狗就四腿一蹬死了 胡道平一看高兴坏了 太好了 把狗搞定了 这要是换成人的话 最少也得是个昏迷吧 效果达到了 大功告成 可以搞事情了 和大家说 整个准备加测试的时间 他用了整整一年 接下来的目标 他锁定在了越池县上南街 103号的金泰金店 店里值班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店主傅建国 当年33岁 另外一个叫杨林 当年17岁 是在这里打断工的 2003年11月29号晚上 胡道平骑着三轮车 那东西太多了 自行车实在是装不下了 拉着一车装备 气喘吁吁的来到了金店后面 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发现没有别人了 很隐蔽 所以就把所有的东西搬了下来 然后把鱼杆撑开 和毒气管子一接 从金店排气孔这里 把鱼杆伸了进去 一点一点的挪到了位置以后 拧开阀门 然后开开心心的等着 结果几分钟时间过去以后 他还是能听到里面 打呼噜的声音 不对劲啊 当时那条狗就挣扎了几下 然后就死了 里面这人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而且眼瞅着 手里的一氧化碳就要放完了 说实话 胡道平当时都崩溃了 没办法啊 他只能把鱼杆抽了回来 垂头丧气的收拾好东西 临走之前还捡起一块砖头 狠狠的给扔到了门上 最后呢 骑着三轮车哭点喊娘的离开现场 回去以后啊 这小子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妈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啊 接着就钻进车库开始找问题 他呢拿起鱼杆一看 突然就想明白了 这鱼杆是空心的 前面不是有个东西堵着吗 当时这个塞子他没有拔掉 所以毒气压根就没放进屋里 都从后面跑了 就犯了这么一个致命失误 胡道平当时忘了 因为是第一次用这玩意做案啊 他心里还是非常紧张的 最后知道真相的他 眼泪掉下来啊 然后呢 在车库里又是一致咆哮 行吧 既然找到原因了 那就明天再去搞吧 第二天晚上 他又带着所有物品过来 还跟昨天一样 鱼杆头上的塞子必须得拔掉 伸进去以后啊 开始往里打气 这次就没问题了 嘎嘎给力 接着胡道平啊 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 里面有人声音了 怎么回事啊 救命啊 开始出动静了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接着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彻底安静了 好的 胡道平一听啊 大功告成 然后掏出撬棍 把门动开 进去一看 里面俩人果然不动了 他也没搭理 接着呢 是第二道门 然后就去了柜台前 这柜台什么的 直接干开 看到什么 就往兜里滑了什么 扫荡一空 当时他拿走的金银首饰 总价值四十多万 最后呢 胡道平拿出来一大桶啊 提前准备好的汽油 在屋里啊 滑了一道很直的直线 一直倒在了门口 然后啊 在床上的尸体上面一洒 把东西都搬到三轮车上 临走之前用打火机一点 这个屋子 瞬间就成了一片火海 胡道平呢 慢慢悠悠的 汽车本家里去了 回到车库以后啊 他用仰汉机啊 把金银首饰 都给融成小块 接着分三次 卖给了重庆市 北贝区的一个人 名字啊 叫杨丽敏 他之前和这人合作过 总价值四十多万的黄金首饰啊 他最终到手了二十八万 这些钱也很多了 尽管随后警察这边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非常用力的破案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线索 因为胡道平的这一把火啊 把现场痕迹都给烧没了 包括死者 烧的都不成人样了 虽然法医也检查出来了 受害者是在吸入了大量硬氧化碳以后啊 在被活用火烧死的 因为肺里没有焚烧的黑色吸入物 但是呢 也没有搞明白 这俩人究竟是怎么遇害的 更让他们想不清楚的是啊 能把两道门干开 床上的两个人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最后一把火都给你烧干净了 反正是什么证据都没有给你留下 和大家说啊 事后这胡道平啊 还跑回现场看热闹 第二天 他去装模作样的打听了 这里咋回事啊 啊 杀人了 死了几个 而且呢 还和死者的家属套近乎 兄弟 来根烟吧 啥情况 案子好破吗 警察咋说的呀 也从侧面打听案子的侦破情况 在得知警察他们没啥线索以后 大喜啊 回家之后彻底高兴坏了 我他娘的可真厉害 这个案子做的是天衣无缝啊 行了 以后就用这种方式钻 应该用不了太长时间 我就能走上人生殿纹了 接下来的时间 胡道平又对犯罪手段做了升级 还专门买来了高倍的长筒望远镜 并且很快盯上了下一个目标 越池县邮政局金库 这小子算是和金库产生感情 难以自拔了